他叫刘峰 是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 也是蛟龙号项目的负责人 谈起蛟龙号在七千米级海市中发生的惊险一幕 刘峰至今仍心有余悸 在那次下潜过程中 通信联络突然中断 母船与蛟龙号失联近一个小时 我们一直在上面呼喊 呼叫他们 一直没有反应 而当时的这个信号 当时我们确定的规范 15分钟 如果底下没有通讯的话 他们自己也要无条件的反过来 抛载以后上府 确保这个安全 但是过了15分钟 甚至过了20分钟 半个小时 没有通讯 那他还没上来 当时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通讯依然没有恢复 舱内氧气供应量有限 潜航员的人身安全将可能受到威胁 刘峰坦言 当时自己心里也很紧张 但多年的海事经验告诉他 蛟龙号是安全的 因为我觉得我这10年都是和蛟龙号摸爬滚打过来 尽管那个地方声音就是通讯没有 但是我可以判断 蛟龙号的舱内是一切正常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蛟龙号的定位还在有 但是也有可能是不是出现一些氧气啊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氧气不足了 里边出现一点什么其他的问题 这个人就没有反应能力了 确实有这些担心 最后查明原因 发现原来是操作人员按了按钮却没有说话 因为是单向通讯方式 所以出现了失联的情况 虽然只是一次偶然事故 但刘峰不敢大意 当晚就对蛟龙号的作业流程再次进行规范 实际上呢 设备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要是仔细归纳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在程序上 你比如说通完化以后 你应该把这个 你这个队长的这个送化器放到一定的位置 它需要一个不断的对你的这个程序进行优化 才能保证你这个作业是安全的 可靠的 蛟龙号上来以后 就当天晚上就立刻修改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规范 其实早在2009年 蛟龙号在南海海域进行首次海事时 刘峰和研发团队就意识到 水下通讯是否顺畅 与下潜任务能否顺利完成 密切相关 那如果说是这个潜伤员们在底下在调试各种设备 可能没有过上通讯 过了一分钟两分钟你就让上来 那这实验就进行不下去了 那如果说是长时间的它不通讯 你也不采取任何措施 你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安全的问题 就相当于是我一步一步的每下潜一次 积累一些经验 然后确定一些 就是我们的我们的规范 包括我们安全的预值应该怎么设定 刘峰告诉记者 蛟龙号是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研制的深海载人潜水器 在此之前 中国在深海科研装备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们深海的装备 决定了我们在深海勘探的质量 它的效率 我们在国际上有24万平方公里的专属勘探权和油线开采权的工具 所以我们必须有高技术的装备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国家决定研发蛟龙号的载载潜水器 2002年4月 中国100多家科研机构组成了庞大的蛟龙号项目研发团队 刘峰担任总体组组长 负责统筹协调相关工作 因为研发经验不足 每功课一个技术难题 都要花费研发团队的大量心血 需要解决奶压的问题 密封的问题 这个里边有三个下潜的人员 生命的保障的问题 水下 通讯的问题 都是需要经过我们的科研人员 是个夜以继日的这个公关 那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把这些问题全解决 终于在2009年 蛟龙号完成建造并开始海市 此后 蛟龙号接连取得1000米级 3000米级 5000米级和7000米级海市成功 2012年6月27号 蛟龙号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 创造了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记录 这也是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 但在刘峰看来 蛟龙号取得的成绩远不止这些 我觉得蛟龙号的这个研发 最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深海的骨干 我觉得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深海高技术发展的一个中间力量 从过去对深海望而生畏 从对引进的一个设备连拆下来都不太敢 现在可以自己去研发 自己攻克了很多的深海的高技术 我想这就是除了蛟龙号这么一个实体之外 我们培养了一支力量 一个队在我们国家进军深海的这个过程当中 发挥重要作用 谈及未来蛟龙号的发展应用 刘峰透露 根据蛟龙号特点量身打造的新母船 深海一号将于2019年10月正式交付使用 届时蛟龙号将搭载深海一号投入业务化运行 继续为中国大洋资源勘探和深海探测发光发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届时蛟龙号特点量身打造宝 换个产透露 小同意 词词词词冰